2014年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 在凯达格兰学校演讲 与他站在一起的这位正熟悉 当时担任柯文哲募款委员会执行长 帮忙操刀选战粮草 见到如今驾帐风波 透露当年自己也曾遭遇危机 他突然有一次在成会 我当募款委员会执行长 我也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抬头 那整个团队没有一个人 真的会做会计 那我就拜托另外一个会计 是推荐一个懂得 做政治现金的会计进来 对比当时与现在正熟悉直言 柯文哲身边都是一群 自以为是又搞不清楚状况的人 好险当年找来律师及会计师帮忙 才能安然度过 原先的政治伙伴 慢慢的都跟他梳理 他比他相信自己人 然后他自己人通常只会讲好听话 他的自己人 好像也不肯帮他真的扛责任 以前你只能说有一套账 现在怎么会搞出三套账 正熟悉直指柯文哲用人为亲 对于驾帐风波业不意外 但不止如此 根据监察院公布 一百一十二年度政党政治现金 会计报告 其中民众党收入为八千四百多万元 除了人事费及业务费 在选务费用支出及捐赠给公职 候选人经费竟然都是零元 柯文哲是不是对大家很柯 现金的收入这么多 却没有去帮忙任何候选人 在龙兴花园办的活动 如果是以党的立场来办 照理讲就应该编在 这个相关的款项 民众党高举第三势力大起 但如今爆出假账风波 也让民众党支应的每一笔钱 都被逐一解释 三选国是我们好想台北 怎么的 三选国哪里 第三势力大起